什么药这是啊 叔叔 阿姨 爷爷 奶奶 这就是唐正 你怎么长得 长得跟我们家 奶奶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这孩子面善呢 唐喜欢你大哥 我这是怎么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像诚实啊 我在瞎想什么呢 小夕才是诚实的孩子 爷爷奶奶 这二位就是万家乡的掌门人 这位是唐叔叔 这位是唐阿姨 唐大厨 你好 里边请吧 来来来 快请快请 来 好 走 好 好了 走 爷爷 奶奶 这两位就是夺得 今年评审团特别奖的 唐家兄弟 总裁 夫人 你们好 我是唐正 他是我弟 我叫唐丽 我一定会让你们体会到 万家乡最好的菜 我们万家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清朝 好好好 等吃完菜以后再说吧 做厨师这一行 整日烟熏火燎的 现在的年轻人 很少能像你们这样 肯吃苦啊 我从小最崇拜的人 就是我爸爸 他一手颠锅 一手炒菜的样子 简直就像将军一样 所以 我从小就立志 要当个厨师 一手颠锅 一手炒菜 那感觉 就好像将军一样 孩子 你 孩子 奶奶 奶奶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的儿子 曾经也对我说过 只可惜啊 他那么年轻 就去世了 要不然 他一定是位好厨师 奶奶 都说了今天不说这个呢嘛 舅舅在天上听到了 也不会心安的 你们听着啊 万家乡小馆的前途和名声 就摆在这里了 就看你们能不能接了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可惜 我们要认识了 我认识一下 这下一个 在这里 你就可以 在这些话 可以尽力的 可以尽力的 我们可以尽力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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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唐官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程总裁怎么会是诚实的 诚实的残忍的爸爸呢 怎么会这么巧呢 一定是他 你行 诚实姓功成的诚 他也姓诚 而且你刚才也亲耳听到 程夫人说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死了 不就是他吗 不是 那他当时不是他进咱们家抢的孩子吗 那他怎么不认识你啊 我想他那个时候一定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诚实时 所以不记得我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那您说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看样子 这就是命啊 咱们家唐正 好像命中注定 要跟他们家重聚 命中注定 要回他们自己家里边去 什么叫回他自己家 这儿现在就是他自己的家 我跟你说啊 就是因为那个姓程的 害得我的女儿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我跟你说我 小点事 什么小声点啊 阿正现在是咱们家的孩子 这是上天赐给咱们的礼物 我可告诉你啊 我不会有还给他们家的 你去去去 把他们连走 别走别走 好好好 你放心 我是在想啊 咱们两个老的 辛苦一点没关系 可是你看看孩子们 他们是这么想 把这件事情做好 在这个时候 咱们做父母的 不帮他们一把 反而在后边 扯他们的后腿 好像 唐官啊 你看阿正 他毕竟叫了咱们 二十多年的爸妈 你说 你说怎么舍他 我又何尝舍他 在做什么啊 红酒玲珑心 那简直是一个 世界上最浪漫 最适合表达爱意的 一块料理 那我下次做给你吃 来 我爸妈在里面 进去打个招呼吧 来 爸 妈 陈小姐也来看我们了 叔叔好 阿姨好 好 菜马上就好了 妈一会儿就可以上菜了 老爸 人家又不是来吹菜的 是 是马上就要好了吗 人家不是来吹菜的 我知道 马上就好啊 我都不想吃 我为你吃饭了 我会吃饭了 你用这个 我吃饭了 我吃饭了 我吃饭了